溪谷中拉起一个东西 这是消防局搜救小组 正在进行伤患搬运演练 但是 突然下起倾盆大雨 原本清澈的溪水变得混浊 当下决定演练暂停 但就在回程路上 碰到八名游客 受困在湍急的溪水中 你们有办法往前走吗 溪水暴涨游客紧紧握住绳索渡溪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湍急的水流带走 恐怖的是 后方还有石块 不断从上方落下 为了避免被落石砸中 他们赶紧爬上高处 新竹消防局搜救小组 上个月30号到五丰乡的麦巴莱西 进行山搜演练 但因为天气状况 决定暂停课程 撤回途中 碰上了八名受困的游客 瞬间成了实战演练 走到桥的正下风 正下风有绳子可以拉 有绳子可以拉 雨势趋缓 走到下游之后 溪水也终于 没有那么湍急了 所有人在搜救人员的协助下 总算是安全脱困 延延暑假 户外西边活动变得热门 尤其是落差大的峡谷地形 刺激又好玩 吸引不少游客速溪 也因此搜救人员 决定办搜救训练 就是为了精进在困难的地形中 能更快速的救援 但这回因为天气状况 演练被迫暂停 却碰上真的山搜任务 演练瞬间成真 TVBS新闻城市民众 宣新竹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